记者蔡清华高雄报道 一名年于八十岁的老翁去年一月间 在岗山地区一家卖场 巧遇驻同洞楼的女邻居 两人虽紧数面之缘 却硬要装熟 对女子摸脸 排杯借机攀盘 让女子及不舒服 愤而提告姓骚 桥头地院审理后认定姓骚成立 判老翁拘役 二十日得一颗罚金 被告于姓老翁为职业 军人退役 配偶业已过世 子女均已成年 会被控性骚扰 让她十分讶异 坚决否认对女邻居有不轨意图 她说当天在卖场巧遇邻居 仅是与对方寒暄谈天 离开时轻拍她的肩膀表示嫌疑而已 判决指出 渔翁去年1月22日上午九十时 在高雄市岗山地区一家福利镇内 知货架旁 见圆道与男性友人一同购物 借机与其攀谈 先以右手触摸女子的左脸 又顺势拍打女子的肩膀及背部等身体影子部位 让女子事后为此深感不安及情绪低落 一度寻求是否社会局辅导并报警提告 提告的女子称老翁是同一栋大楼住户曾见过几次面但不知想明他当时一边摸我一边想你买什么你也来买东西啊你有没有钱没有钱我给你啊让他感觉很恐惧很害怕又举手将他的手拨开 社会局辅导记录中记载被害人每次陈述性骚扰过程会自觉是否不够庄重才导致加害人会进一步动作与社工言谈 中曾多次停顿且出现啜气及恐慌语气 何亦庆审理后认为被告与原告不相熟视的情况下 未经同意刻意就脸部手臂及肩膀等部位多次不当碰触 抚摸是足以引起当事人嫌悟之感 因刑法规定满八十岁之行为人得减轻其行 众医性骚扰防治法判老翁之一二十日得一颗两万元罚金 全案可上诉